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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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文化史的教学节目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单元是 多元化的开放社会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二世纪末 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开放 回顾历史整体来说 中国历史上面到二世纪结束为止 先后有过三次的中西文化的 一个交流的这种盛会 前两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第三波发生在二世纪中后期 于台海两岸分头来发展 台湾这一部分 自二世纪中叶到末叶 总继有五十年 大陆部分其二世纪末叶 继有二十余年的 在此宣论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开放 中共的极权统治 到了文革的时期 为中国带来空前的文明浩劫 中共不得不开 不放弃极权政治 开始对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 开放交流的门户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这个改革开放 造始于1978年12月 以农与工业 国防科技 四个现代化发展为重点 诉求 以经济发展为主轴心 在改革开放的一个大方向之下 以利润为导向的一个个体经济 和公司混合的这个体制 是城市和乡村 都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面貌 我可以看画面上 这个第一张图片 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前的上海市容 显得景致相当的冷清萧条 看不出经济的这种活力 另外这一幅是改革开放后的 一个上海市容的一个景象 这显得热闹非凡 充满工商气息与经济的这种活力 跟前面的差距非常非常之大 而这个时期的开始呢 表面上呢 中共虽然一再坚持 马列社会主义的一个 基本的这个原则 但是呢 在实物上 对经济发展的重视 远远超过啊 对意识形态的这种效忠 社会活力的这个来源啊 主要依靠的是 追求自我勤劳自负的这种观念 而不是呢 集权统治时期那种 牺牲个人的这种幸福 追求祖国光荣的一个革命 这种情操 然而 中国大陆对外开放 才经过十年呢 又形成新的社会的这种危机 因为 经济的自由化的发展呢 使沿海城市和内陆的腹地的这个差距 越来越悬殊 人民间呢 皮子的贫富差距也格外的这种尖锐 庞大的官僚效率不张 且严重这种腐化 社会的走向与政府的灌输给青年 学子的公平正义的理念呢 背道而驰 宗志瑜在1989年爆发的 学生群众示威 并招来严重流血冲突的天安门事件 我们现在来回顾 这天安门事件呢 有一群 由群众的抗争与镇压的激烈 与严酷的这个对比 可见 中共与社会之矛盾有多么严重 而大陆人民在市场经济开放后 接下来的要求是政治的民主 但是呢 由于中共的开放政策呢 它的目标啊 仍在于自强势的一个富国强兵 至于政治体制则仍是不容碰触了这种禁忌 因此呢 中共第五个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 或将在社会经济普遍繁荣后才能够随到取成 至于呢 在文学方面文革结束之后 作家脱离了百年来 文理再到的这个巢穴呢 打破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一种规定 作品不再纠缠于现实的政治问题和道德的这种批判 开始强调作者自身的一个创造性 人的价值 人的尊严 人性 復规 人道主义 成为今时代的这种诉求这种重心 现代文艺 现代艺术也在大陆重新来萌芽 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时期呢 大陆文艺恢复了艺术工作者 追求自我表现的一种热情 我们来看一件食物 我们还是以紫砂茶壶来做例子 各位来看这个夷星紫砂茶壶 它这个造型相当的这个亮丽 这个是这个茶壶 那么这个壶呢 打开盖子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款式 这个相当模糊 但是呢有意思的话我们看这个底 这个底 同学记得我们以前讲过说 这个早些年在中共 国家观念最强的时候呢 是宜星紫砂四个字 当我们看这个壶里面的话呢 我们整个壶看到就是 这个是私人个人的姓名 名字三个字加印章 加上这个字 某某的字 而且这个私人的印章非常大 大到比原来中国仪星还要大很多倍以上 这扩展个人的一个自我意识 而通关整个壶呢 找不到任何有关中国的一个 大中国观念的一个字眼 所以这是一个艺术家追求自我的一个解放 自我膨胀的一个时代 这个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什么呢 更有意思的一个是 更比刚刚那件茶壶更晚的一件茶壶 就说这里有一件 这个造型像公鸡一样的造型 一个紫砂茶壶 这个茶壶的话呢 一样周深找不到任何中国仪星的几个字眼 但是呢同学有兴趣 这个壶里面隐藏12个 这个作者个人的一个名字跟姓的一个款式 我们可以足以来点看看有哪12个 就说这个壶身上的话呢 壶盖的内里面有两个印章 盖子里面两个印章 然后呢这个后面 机关后面一个印章 前面一个小印章 顶部还有小印章 这个壶盖上五个印章 至于这个壶身上面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这个鸡手的部分 底下拨下面有一个印章 那么呢 后面这里两个三个 跟我意思的话 眼睛啊 两个眼睛呢也是两个印章 底竹呢 底下还有两个印章 所以加起来呢 7加5有12个印章 就是而且都是私人的一个落款 没有任何国家的民族概念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对于说大陆啊 就刚改革开放没多久的时候呢 所指导出来 一路加所追求的是 个人的个人主义的一个表现 跟国家完全啊 脱离这个 这么紧绷的这个关系 好 那这个是文理上 以这个紫砂紮糊 来做一个见证 那么在此以后 尽管中共啊 对新文艺的发展 或对个人的这个自我表现啊 不断有所阻挠 有所经历 有所批判 但这股新生的自由之风啊 却始终啊 始终那个阻挡不住了 我们再回头再来看看文学的这个部分啊 中国大陆自文革结束啊 自二十世纪的这个结尾的二十余年间呢 他的文艺作家包含了两世代 一代是文革时期的经历者 一代是后文革时期的一个青年 第一代作家先后推出 与文革经历相关的伤痕与启蒙 两波的这个文学的这种潮流 第二代作家则后续推出 以西洋同步的后现代的这种文学 伤痕文学以人性的尊严啊 为基调 以文革的这个伤痛为内容 使它的情境啊 表现的比武士文学更深刻更沉痛 回顾式的一个伤痕文学之后呢 继之啊 兴起前瞻式的一个启蒙探索文学 而在一人画的极权教条被捨棄之后 中共极权斗争的一个根源呢 也被强力的去思索 进而共产党统治的正当性啊 也被怀疑 这是八九年爆发天安门知识青年 向中共政权示威事件的一个思想的背景之一 天安门事件的一个流血的这个正与压呢 是九年代的文艺啊 有前述的一个社会运动啊 尝试回到纯文学的一个活动的这种内涵 在这个领域呢 这一代的一个大陆的文学啊 在形式与内涵之上呢 与西洋或台湾的后现代文学啊 已经连成了一气 文学现代化或将成为中共啊 最早完成了现代化的这种工程也说不定 至于造型艺术的领域呢 因为受到学院式影响比较深呢 到了八九年代 美式作品呢 不论表现劳动艰辛或这个优富情思呢 都仍未托革命文学时期 这个歌颂健康的一种精神 我们来看画面上这一幅这个 开放后的一个大陆美术签 就是那个签夫啊 在岸边拉这个枪里面传逆流而上的签夫 我们他表现的是用力过度的签夫工作的实情 但整体的一个肌里肌肉的这个呈现呢 却是一个饮食富足下的一个健康的美的呈现 所以看不出签夫那种销售 瘦骨淋寻的一个象征 这是中共追逐健康美的一个美术写照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也是紫砂擦壶 来做比来对照 就说这个 这个是也是 开放改革之后的一个擦壶 这擦壶同时可以看一下 这个他的颜色跟刚刚的签 签夫里面的皮肤还蛮接近的 而且呢整个肥美壮硕 这个讲求这个 我们可以说讲求一个 胖嘟嘟的健康美的造型的话呢 就跟刚刚签里面的这个造型 跟气质一样都是追求健康美 这个是可见的艺术 不管在两个领域的话 都会受时代政府的一个政策 或是时代精神的追求 有相关的一个影响 这个健康美是中共的一个 一个时期的追求的象征 所以我们讲说显然啊 这一代的一个大陆艺术 还普遍追求表象与理想之美 就健康吃得饱饱的一个美感 那么我们再对照于 一个清代的紫砂擦壶的话呢 它充满了文 传统文人当下风骨的一个特质的 这个社会真实的展现 就是文人的字节操守 一种气势 一种端庄稳重 显然是跟刚刚茶壶 有相当的一个差距 同时可以比较 这现在画面上看的这把茶壶 跟刚刚那把这个胖都路茶壶 是同一个作者 做的一个同一个比较 所以看起来的话呢 在中国大陆再向西洋改革开放之外 还必要再向传统文化的精神 加速开放另外一道大门 它跟传统能够有所相连结 好 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的是 台湾的多元文化发展 首先来谈中原文化的这种继承 在1949年大陆变色 国府千台 带来最大坡的汉人的移民 数以百万计的大陆人民 持乡去国辗转流离到台湾 同时呢 并带来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 及强势的中原文化 以后近四十年间 中原文化成为台湾文化主流的根源 中原文化以各种面貌 无所不在的 出现在台湾各个社会角落 与文化的这种领域 原先产自中原的各种 绘画符号与景致呢 也成为胸怀大陆的中原移民者 私乡的精神寄托 以中原移民作家为中心的 反共文学 与大陆乡筹文学呢 成为台湾文坛的这种主流 而透过中原乡筹文学的熏陶呢 加上中原政府对文艺风格 长达三十多年的一个 纯建化的一个管制跟宣导呢 使更早两百年前 已经移居台湾的敏越族的子孙 也都共同燃起了中原故土的乡愁 与文化如目之情 而在这个期间呢 源自敏越的本土民俗文化受到压抑 统治台湾半世纪的日本文化也受到清洗 大陆中原的文化体制 以精神的全盘移植 由台湾整体来继承 我们来看画面上 郭雪狐 这台湾的一个在日语时代的画家 这个 这种日语时代的所谓的流行的 东洋画的画风呢 到现在呢 已经在台湾 几乎已经完全被 不再流行 而且已经被淡忘掉了 这个同时可以比较 其次呢 在中原地区传统的思想文物啊 遭受到中共共产集权毁灭性的 一个破坏的这个时候呢 台湾透过文物的一个拨迁啊 继承保存了有形的故宫文物 透过文化复兴运动的伦理教化呢 台湾也继承保存了无形的 中原文化的一个温情主义呢 使台湾成为二世纪下半叶儒家 人情化社会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传人 我们来看画面上 这里有个西州青铜方顶 这种精美的文物呢 就是由大陆 拨迁来台的时候 纳入故宫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文物 所以台湾继承了这个 大陆故宫的一个传统的精神 那么台湾对中原文化的一个推展呢 以教育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说国语运动强力来推行 同时抵制方言与日语的一个使用 透过普及化全民义务教育呢 有力地将中原的传统价值观念呢 内化成为全民的人格规范 为了培养全民的一个故国的一个情怀呢 台湾的文学与史地教育 常年以盘点中原遗产的这种精神呢 令学子熟记巨细民意的中原历史 与各地风土掌固 作为来自重新接收中原的一个准备 甚至中原地区的这个名城重镇 也都逐一化为台湾政治中枢的 一个台北市的一个街道的一个名称 是借此呢 是台湾成为中原故独的这种缩影 各位我们来看看 我这里有两本 这台湾在1970年所发行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地图 这国中 人家说初中教科书 这我本身在念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用教科书 可以看看 这一本这个是分省地图 分地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每一页 通通是细得不得了 每一个大陆的每一个省 每一个县 每一个地区很县 我们以前地图要背得非常熟 另外这个区域地图 区域地图也是一样 这个非常详细的区域地图的话 每一个包括山川河流 包括这个公路 包括这方位 通通要记 要把它记得非常清晰 才能够应付考试 这个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政令 影响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接着来看一张很有趣的一个图片 各位来看画面上有一张 台北商技術学院的周遭的一个马路的一个路名的图 北商的四周有青岛东路 杭州南路 激南路跟山河南街 我们知道说杭州 青岛 激南 绍兴 都是大陆的蛮有名的一个城镇的一个地名 但是它都放在北上的四周 但这个情况是台北市普遍的都存在这种结构 所以可见职重当局当初在命名的时候 对大陆的故土的光复是热望有多深 而且它的走力有多深 那么就台湾长达数十年强烈的一个推展拓展 这个中原文化 它的结果我们来看画面上 这个著名的太极木雕的话 可以出来就是说 这个太极的非常高深的哲理概念的话 在台湾竟然能够用艺术形态来呈现 可见就是说台湾对文化涵养上 是对中国文化涵养是非常之透彻的 所以台湾确实造就出 比中共还要有传统中国文化气息的台湾 那么在马内族裔占有中国大陆后 台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 台湾已经由汉文化的边陲 变成汉文化的这种重心 断层和流域据黄河长江 珠江流域之后 成为汉人社会最具经济实力 与活力的一个新天地 以至20世纪末叶的台湾当局 揭示了监营大台湾 建立新中原的一个壮志宏图 而台湾经过半世纪 对中原文化的风土深切的涵养 以赔成了足够的一个条件 在未来20世纪以中国大陆作为 拓展台湾经贸与文化输出的一个理想的附地 接着我们来谈本土文化的奠定 汉人移居台湾百余年间 直到1186年前后 台湾由于肯社会 转型为定居社会 住民才逐渐有台湾人的一个自我的这种认定 台湾人这个台湾意识的形成之际 也是台湾耕地大致完成Token的时候 它的经济价值也随之引起周边政权的一个高度的兴趣 因此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间 先后引起满清的涉省日本的割据 与国民政府之设立流亡政权 并带来的不同的文化与价值的这种观念 这个局面维持了一百年之走 直到1960年代后期 台湾才开始形成了本土文化的自主性的认知以及发展 到了这个80年代 带有文化反省意义的台湾意识 已经成为一股学人的一种共识 80年代后期 台湾的本土化发展由学术思想活动 转型为社会政治的这种运动 在其后的11年间 本土化社会运动与政治改革 在相互激荡中前进 并获自结合本土化与民主化的可观的改革的成果 如果说20世纪 71年代是台湾本土化发展的思想活动期 80年代是社会运动期 90年代则是政治改革的时期 台湾最重要的民主政治的一个改革工程 都在这个时期改制完成 台湾文艺活动本土化的发展 经历程也是社会现实的一个写照 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 台湾文艺界开始出现了本土化的一个寻根的活动 我们来看这个洪瑞领这个矿工 这位本土画家 即使以本土的矿工作为素材 从创作 文学学作转向于注重身边的日常的经验 艺术界采集民歌的风潮也就涌起 文艺创作普遍蒙发自主的意识 乡土运动逐渐成为文艺活动的一个主流 在雕作方面我们再看这么一件 这个可以看 这里有个什么呢 台北的一个艺术家所绘制的一个什么 以台北山水作为一个特征的一个艳滴 都可以看一下 这个感觉跟台北雾茫茫的一个水气 萌萌的一个境界很接近 所以我们讲说 创作已经不是那个荒山或大陆西方 大陆的一个北方西方的一个山水 而是台湾的这个本土的山水写作 就是意识创作趋于本土化的一个特征 所以这个来讲很蛮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从此以后的话 反映台湾现实的文艺活动领导的文坛跟议坛 在八年代以后 台湾开始将乡土文学作品拍成电影 使乡土文艺 向庶民大众广泛传播开来 在此期间 过去持续受汉民族与日本同化的 这个台湾原住民也开始 恢复族群的自我认同 并尝试创作有原住民文化特色的一个作品 随着台湾都市化的一个发展 乡村人口逐渐往都市集中 台湾的乡土文学也随之由淮乡作品 扩大到更切身的都市生活的领域 以及对商业化社会进行批判以及反省 台湾这一代的一个文艺作家 对西洋的强势文明不再照单全说 对传统文化也不再一昧接纳或排斥 而是施语批判性选择跟吸收 7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 及80年代的台湾的电影 在台湾以外的地区也都承认它的一个价值 台湾的歌谣和创作的歌曲 都在台湾以外的华语圈中来流行 台湾的绘画也因来 因为越来越能借作品 来呈现台湾本土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 因而广受外界的瞩目 这一切成就显示 二世纪以来台湾以过去的文化的输入地区 竞争为文化的输出国 讲到这边我们就不妨来欣赏这一段 台湾歌手在大陆演唱会受欢迎的这种情形 接着我们来谈国际化社会的这种建立 在这个半个世纪 台湾在经济上踩国际化的这种路线 并与东西洋最繁荣的这个日本 与美国维持最密切的一个经贸的这种 这种关系 六年代开始呢 台湾更设定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的策略 将台湾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开放的一个体系之内 积极进取无远佛界的一个台湾商人呢 像上一个世纪的英国商人一样 四处破址使台湾成为海洋 中国的尖端与经贸的日不落国 二世纪八年代 一个以经济快速成长为主要内涵的台湾奇迹 在资源有限的台湾岛上被创造出来 这个时候台湾物质生活之富裕呢 极其所带动的活泼的一个社会与民主政治运作呢 其成就在中国历史上面都无有其辟 台湾的国民连平所得 已经列入世界上少数高所得的一个地区 透过高所得的高度的一个购买力呢 台湾国民出国旅游快速成长 中国人的国际视野首度得以空前来开阔 透过高度的一个购买力呢 台湾开始迅速大量的输入世界各地 最先进的科技与文化产业的这种成果 台湾的文化已与国际同步来流行 并且呢结合其他的一个条件呢 使台湾迈向一个无国界的现代文化的这个地区 好 因为时间关系呢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边来做个段落 我们下个礼拜呢 要跟同学们介绍的一个新的单元呢 要谈中文化与文物的关系 今天谢谢各位同学收看 我们下礼拜见 台湾公广集团 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出的是 自会语阅读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追踏